大家好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继续完整office 我们今天进入world的第六讲 在第六讲当中我们会讲一下字表位 字表位呢 这个东西喜欢他的人爱死他了 是吧 那恨他的人也恨死他了 因为他不太好调 对吧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相信今天学了之后 大家会会对字表位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 我们今天主要讲一下就是什么是字表位 字表位分成哪几种类型 比如说像小数点对齐 左对齐右对齐 居中对齐 竖线对齐 那再说一说 有关于字表位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前倒幅 最后呢 我们会讲一下 怎么样精确控制字表位的位置 和一个举了一个实例 如何快速的为选择提排版 那么字表位 谈到字表位的话 字表位字表位是不是跟表有关呢 是这样子的 字表位呢 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在word当中 使得我们的这种文字呀 能够像用了表格一样的 它的位置可以控制的很精确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字表位 其实它的本来的意思呢 字表位主要是指在水平标尺上的位置 大家看我已经把这个知识点放在这边了 大家下载下来之后 可以去慢慢的去揣摩一下 在word当中呢 我们一般说标尺的时候 通常会去指水平的标尺 因为文字相对于文字而言 它的在页面当中的水平位置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垂直的标尺 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在PPT当中会去用 关于字表位呢 它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就是位置 第二个对齐方式 第三个是前导的字符 位置当然很重要 这个毋庸置疑 对齐的方式我们等会会去讲 前导字符呢 这个就像我们在做目录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页码的前面 为什么是这种小点呢 这个就是属于前导字符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来找到课件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表格 表格当中呢 有数字 我们知道在Excel当中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单元格的格式 使它可以小数点对得很齐 那在Word当中我们怎么办呢 Word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齐的方式 叫做小数点对齐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Word的标尺这个地方 在垂直标尺的最上方 或者说水平标尺的最左侧 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标记 有这样一个标记 当我们用鼠标去点的时候 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类型 这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呃 字表字表位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找到小数点对齐 每单击一次 它就会变动一次 我们找到小数点对齐 哎 这个我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说 它这个标记的 左上方 左上方 有一个 有一个小点 这个就是小数点对齐的指标位 如果说我们想要对 假设啊 假设我们想要对这样一个 单元格当中的一个数字 来对它进行小数点对齐 我们这样先点 找到小数点对齐的 字表位的类型 然后在我们希望 小数点所在的位置的 这个地方呢 在标志上点一下 比如说大致在18这个位置 我们点一下 好 于是它就会出现 这个小数点就跑到了 这个我们刚才设置的 小数点对齐的字表位的这个位置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设置 再在这个大概18的地方就点一下 但是有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会点的不是太精确啊 不是太精确 我们这样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第一个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双击一下格式刷 我们知道双击格式刷 就是可以用格式刷 不停的去刷是吧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 哎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刷出来 是吧 刷出来跟我们已经设置好的一模一样 我撤销一下 再跟大家讲一下 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这样子 我可以全选 在做小数点对齐的字表位之前 我可以把全选起来 全选之后 然后我这边调调调 一直调到小数点对齐的字表位出现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于是就出现了 这个小数点字表位 好 这个呢 简单讲了一下小数点字表位 呃 那有人说老师 你这个字表位字表位 好像跟表格关联起来 所以你在表格当中做吗 不是的 其实我们用的 在表格当中用的反而却少 反而比较少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用于正常的文字 他呢 哎 这个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 在表格当中 我用这个小数点对齐的字表位 前面 我甚至我没有用 没有加那个type 没有加那个字表符 他就出现了 哎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也没搞懂 为什么 但是不妨碍我们去使用它 比如现在这样子 我来撤销一下 我把这个表恢复到原始状态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课讲表格的时候 我们说表格它可以转换成文字 是吧 转换成文字 那我来转换一下 转换成文本 呃 文本的分格符号 我用一个空格键 好 用一个空格键 然后点一下确定 点一下确定 于是它就转换成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文字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把这个 我想把这个数字的部分进行小数点的对齐 请看我来怎么做啊 我来怎么做 我这样子的 我还是把光标点在这个地方 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来找找找找找 找到小数点对齐之表位 那如果已经是小数点对齐之表位 不需要再轮换一遍啊 我只是给了 为了给大家示范 比如说我大概在16这个地方 我来数标点一下 出现了 但是遗憾的是 我说为什么小数点对齐之表位 没有起到作用啊 没有起到作用 怎么回事啊 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前面没有加 制表符 哎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必须要再加制表符 对吧 刚才我们在表格当中 我们没有加制表符 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表格的这种状态下 我们必须要加制表符 制表符是什么呀 按一下type键就行了 哎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确实跟我们对齐了 哎 确实是的 你看小数点就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需要 如果说我说下面的 也需要做 跟他一模一样的对齐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我把光标插在这一行 然后像刚才那种操作方式 重新的操作一遍 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直接点一下type键 我在下面也点一下type键 也点一下type键 我插入一个制表符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呀 遗憾的是好像没有对齐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加这个小数点 制表位的位置 是吧 我们只是加了一个制表符 但是没有告诉他 哎 我要的制表符的类型和制表符 我想让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选中这一行 然后双击一下格式刷 来我们来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 哎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老师 你这个烦呢 我这样 我选中他直接单击一下格式刷 然后这样全选这三行 是不是他就出来了 这个制表符就已经出来了 小数点对齐的制表符 哎这个是不是也非常的方便啊 这个制表符呢 我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是经常去使用的 我也建议大家用制表符 去控制我们文本文本的位置 是吧 而不要是说去用空格键 你说老师 我这个地方 我这样 我用空格键去对齐 好像空格键还真的不是太容易对得很齐 有没有发现 好 我们不要去这样去做啊 如果说我一旦看到大家的这个 Word当中出现大量的空格键 用空格去控制文本的位置的话 那我说大家的Word没有学好 是吧 因为因为我们Word当中专门提供了这样一种 一种工具叫制表符 可以帮助我们去对齐一些文本 好 这个是小数点对齐 其实小数点对齐不仅仅可以是小数点 比如说像这种连字符 我这个是电话号码随便写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随便写的 那么这一个叫小的连字符 也可以用小数点对齐的制表符去使用它 那这次呢 我这样 我直接选中他们两个 然后我这个地方本身已经调整到了小数点对齐的制表符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16大概17的位置点一下 哎呀 这个怎么回事 我来把它放宽一点 它竟然竟然没有起到没有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是吧 这个好奇怪的 那这样子 我来需要 我需要 我需要去重新做一下 我看好像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是我这个地方 我撤销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原因是 好像 我把它 我把它删掉 我把这个 哎 这个删掉怎么删 删掉是这样子的 删掉是我鼠标点中 用这个 制表符 然后把它按着鼠标左键不动 把它拖动的样子 把它扔到 扔到标尺之外 这样我就把它取消掉了 扔掉 扔到标尺之外 就取消掉了 这是因为刚才没起作用 是因为我们在做小数点对齐制表符的时候 我这个文本本身已经居中对齐了 这样子它就不好用了 我用左对齐 我用左对齐试一试啊 我用左对齐试一试 全选 然后小数点对齐 我在十七这个位置 大概十七这个位置 点一下 哎 这个时候它就起作用了 对吧 哎 你说老师居中对齐不起作用 我来看看啊 如果说我们给它又对齐的话 又对齐的话 我来看一看 起不起作用 点一下 嗯 又对齐好像也不行 撤销 那我来看看分散对齐呢 分散对齐 我来试一下 十七 哎 这个分散对齐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这告诉我们 就是当我们在表格当中 使用这种小数点对齐制表符的时候 我们不能预先的提前的把我们的文本用居中对齐或者右对齐 而只能用左对齐和分散对齐两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之下我们用小数点对齐制表符才能够起到作用 据说文字的这块的话 转换成文字的话 那就是正常的word文本跟上面的一样了 那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个是小数点对齐的制表符 呃 制表位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在word当中用表格 在使用表格的时候帮助我们对齐到小数点 当然不用表格的时候 这样子正常的文本也可以使用小数点对齐制表符 来使我们对齐我们的小数点 而下面看左右对齐的前党符 现在是这样子的 就说有这么一些文本 往庐山瀑布 坐者是李白 冰车行 坐者杜甫 什么春香花叶 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想怎么样 我想把它做成像目录一样的 当然不是真正的目录啊 目录的时候啊 讲目录的时候 我们到现在再说 现在呢 我想说 嗯 我想把坐者给对齐 坐者我想是李白的李 杜甫的杜 张若虚的张 高士的高 苍蝇加措的苍 他们是处于同样一条垂直线上 也就是说 我希望他们的文本是什么对齐啊 是左对齐 对吧 左对齐 好的 那我想左对齐 我就把光标插在这个 插在这个李白的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我调整到左对齐 左对齐是这样一种标记 大家来看一下 左对齐 请记住 是这样一种标记 好 调整到左对齐之后 我来 在光标 我大概想对齐到24的位置 点一下 出现了 老师他没有对齐过去 怎么办 那我可以点一下tab吧 是吧 哎 我们看 看一下 是不是 可以了 对吧 那同样点一下tab 点一下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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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怎么样 刷新一下 格式刷 刷一下 于是他又变成了左对齐 是吧 好 这个左对齐出现了 对吧 左对齐出现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你明白左对齐的意思了 我说 白辅须是 错 这几个字 我想让他对齐 也就是说 右对齐 是吧 右对齐 那我把这个左对齐的 这个把它删掉 把它扔出去 是吧 把它扔出去 这个里面已经有type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来调整的右对齐 来 这样 在30的位置点一下 由于已经有制表符了 是吧 有制表符了 他就跟我们这个 跟我们这个对齐方式来配合起来了 于是我 我这个就对的很齐了 对吧 好 那你说老师这样子 我想让他们叫居中对齐 还是同样的方式 我们来试一下 居中对齐 我把它扔出去 右对齐扔出去 好 然后再来找到居中对齐 居中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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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中对齐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这种符号 这种标记是叫居中对齐 好 那么来看一下 我放在30的位置 确实是的 这几个词就是居中对齐 对吧 好 居中对齐了 那么来看一下 前倒符是什么意思 前倒符 那么来看一下 来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想让它的前面显示小点 像我们做目录一样的 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怎么样 双击这个制表符 双击这个制表位 双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 制表位的位置是30字符 对吧 30字符 那我说我想调一下 我想调到28字符 调28个字符 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选 我们拖动它 拖动到28 拖动到28 大概是这样 这个样子 于是它就过来 但是你知道 拖动的时候 我们很难精确的 去控制的位置 那时候老师 你上次讲过来 拖动的话 那怎么办 鼠标左右键一起按 或者按下 out键拖动 可以很精确 但是其实这个样子 看似很精确 其实还是有点小问题 是吧 不一定那么的精确的 那么呢 想精确 我们只能在这里 果然没精确 28.13 我想把它改成28 直接这样去改28 点击设置 点击设置 然后我把28.13 这个可以把它清除掉 好 于是这个地方 就只有28个字符了 点确定 于是它就要真的变成 很精确的28 聚重对齐 那说老师 你刚才还说了 还没设置前导符呢 现在前导符是5 对吧 那我设置成这种前导符 2这种前导符 来确定 于是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是吧 变成这样子了 但是老师 其他的我也想变得 跟它一模一样 也变成28 这个时候我们也刷一下 是吧 格式刷刷一下 好 于是这样就出来了 大家理解格式 理解这个前导符的意思了吧 好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 左右对齐与前导符 我们就讲完了 那时候还有一个很怪异的 一个对齐方式叫什么呀 有个很怪异的对齐方式 叫小 叫这个竖线对齐 我们看一下竖线对齐 是吧 我这样 我把它全部把它居中对齐 把它删掉 删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竖线对齐 竖线对齐 好 我我说你给我在这个地方 竖线对齐吧 32 这个地方竖线对齐 哎呀 这怎么回事 只是一条线呢 抱歉 他这个对齐不过来 哎 你说的没错 这个竖线对齐 只是一个标记 他会在word当中显示你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的32 32 这个竖线对齐的方式 他只是会给我们出现一条32的一条线 帮助我们去判断文本 与这个竖线对齐 这个位置之间的这种距离 哎 没太大用处 是吧 只是给我们一条 嗯 帮助的一条线 是吧 呃 帮助我们去 可以很好的去辨别 辨别这个位置 哎 这个叫竖线对齐 好 那那么我们这几种对齐方式 我们都讲了是吧 精确控制制表位的位置 呃 前倒幅 竖线对齐 居中对齐 右对齐 左对齐 小数点对齐 全部都讲好了 而且我们也讲了怎么样去调整 制表位的位置 是吧 我们讲过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我撤销一下 一种方式 可以在 标尺上面去拖动 一种方式是双击 双击错了 没没没没选中 没点中 双击 双击之后 然后再来去确定制表位的位置 精确的制表位的位置 是吧 而且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改变 对齐方式 其实我们很少用这种方式 去改变对齐方式 是吧 不行 我们就直接把它扔掉 是吧 扔掉再重新 给一个就行了 而在这个地方 可以设置制表位 那如果说 同学们碰到什么 碰到我们在做目录的时候 我经常会碰到 有人做的目录会错乱 是吧 这个时候 大家 这个 有一些问我说 老师 我怎么调都调不好 怎么办呢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你把它删掉 然后再重新做一遍 是吧 重新做一遍 有可能会回来 另外一种方式是 就是说 你很小心的去调整 它的那个制表 制表位的 制表位的位置 以及前导符吧 这样子会能够调出来 对吧 好 这个不啰嗦了 那我们再说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 这是一个叫 16PF职业测试量表 大家也可以下载下来去做一下 对吧 现在有这么一百多道题 一百多道题 老大给了你一个任务 老大说 请你把ABCD这些东西啊 ABC这些 把它对对齐 A就跟A对起来 B就跟B对起来 你说A还好 A它好像是自动在对齐 是吧 B和C那怎么对齐啊 那我一个一个的用控格键去控制位置 那要了亲命了 是吧 这个时候必须用到 必须用到制表符 是吧 必须用到制表符 这个时候 我们制表符的威力就会显现出来 那这样 我们来这样啊 擦掉 擦掉 好 我们来这样 比如说我想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要B的前面 是吧 B的前面 我想要插一个制表符 我来左对齐 左对齐 哎 你还来 还来 好 左对齐是吧 左对齐 那我们找到 哎 现在已经是左对齐了 我现在大概我想把B定在12多一点这个位置 点一下 点一下 然后插入一个制表符 哎 于是他就来了 是吧 哎 左对齐在这 那我说C我也是 哎 这样 这是这样子 这次我们先插入一个type键 先插入一个type键 由于我们没有给制表符指定制表符的类型 所以说他只是一个这样一个标记出现是吧 只是大概是两个字符的样子 然后我们也来点一下 大概在24的样子 24的样子 好 这样子 24我怕不够啊 比如说像这个他可能就不行 那我怎么样 我在26的位置 26的位置 哎呦 这个我把删掉吧 哎 于是他就会对齐到26的这样一个位置 是吧 然后这个B呢 我也调整一下 我调整 拖动 拖动 他大概在10 15的样子 是吧 15的样子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插入type键了 插入一个type 插入一个type 怎么样 然后刷新 刷新 于是他就对齐了 是吧 插入一个type 插入一个type 然后格式刷刷 哎呦 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对 为什么不大对啊 是因为这个A啊 这个A的位置 他已经 这个字表幅 已经过了 是吧 已经超过这个16了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这个他自动的 自动的去靠这个第二个字表幅了 所以B跟C对起来了 嗯 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吧 那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手工的去调整了 对吧 手工的去调整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 那我们只能去 只能去这样 我把它删掉了 把它删掉 是吧 选中 把它删掉 这个没有对齐 那就没有对齐吧 我确保C这个对齐了 是吧 C这个对齐了 C的这个字表位呢 怎么办呢 我再来刷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格式刷 刷一下 好 这样子 把C对齐 B没有对齐 是吧 那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 Tab Tab 来格式刷 刷一下 哎 这样子 可以的 对吧 可以的 那这种对齐方式呢 怎么说呢 用于这种排版的话 会非常的方便 但是你说老师 我一百多个呢 我一百多道题呢 这种这种对齐方式 尽管是比我一个一个的 敲空格要好很多 但是还有没有快捷的方式呢 也有的 有的 嗯 我们放在查找和替换那些去讲 我们可以用查找和替换 一下子把全部的选项排好 非常的方便 不用我们一个一个的去这样去做 不用我们一个一个的去做 那么制表符呢 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排版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另外呢 想跟大家说的是 想跟大家说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呢 我现在想在这里啊 假设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排好了 对吗 我还想排其他的一些选项 于是我就回车了一下 回车了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括号 括号 地 地 地 然后我来说什么什么 我随便写几个字啊 随便写几个字 然后我还有一个选项叫做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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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 然后随便写几个字 还有一个选项叫F F 随便写几个字 好 然后我再来插入 一个字表符 插入字表符 哎有没有看到 握得很聪明 他自动的跟我们上一行所用的字表符 去一一的对应了 哎这是哪一点 这就是我在说明里面给大家说的 就是说 呃 在这 在这 在一个设置有字表位的段落中 按回车产生出下一个段落 新段落也会与上一段落具有同样的字表位的设置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一个段落的属性是会继承的 你在前面一段设置好了字表符的位置 那么当敲回车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 再插入字表符 按type键插入字表符的话 他会自动的应用上一段 我们我们设置字表位的位置 去自动的应用那样一个位置 明白吗 好 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去稍微的去学习一下 去看一下 呃 会 很方便的 很方便的去 或者说怎么说呢 就能够对字表符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主要讲了一下字表位的一些 呃 种类和应用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未来我们讲自动编号的时候 自动编号后面都是字表符是吧 字表符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去讲一下 在自动编号当中怎么样去调整这种字表符 如果说我字表符 我不想要这个字表符 我该怎么办 我们放在下一次课当中去讲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那么在课件 在课件当中啊 我会把这个两个课件都上传上去 也希望大家下载下来去看 好的 谢谢大家 字表符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再见